MING PAO TORONTO 今集我們將會進入一個科幻的世界 用香港人創造的第一 挑戰你的想像 一個有血有肉,會跳動的迷你心臟 能夠看到一百度的眼球 還有在虛擬世界 處理一千上萬的金錢 究竟我們香港人 這些第一的科技 如何改善人類的生活 心臟,由出生一刻開始 無憂子地為我們生命跳動 這個只有一個拳頭那麼大的器官 每天跳動至少八萬次 推動超過7200公升的血液 將氧氣和氧粉送到全身 每一下心跳都是一個奇蹟 但是香港就有一位教授 他要製造心臟 其實基因技術或再新醫學 理念不是非常簡單的 就像我們日常生活 如果壞了燈膽 你可以做甚麼 你拿出來 然後放一個新的燈膽進去 李登偉教授 是醫學史上第一個 成功研發微型心臟的人 而今天 我將會見證這個心臟的創作過程 李教授 你好… 在微型心臟 醫學上的東西 我真是想學習一下 謝謝你,Tony 今天來到探訪辦公室 難得你有興趣 不如我帶你進去廟室參觀一下 讓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技術的歷史 當然好 謝謝 李登偉教授是心臟科專家 一直從事蛋白基因和鋼細胞組織 他還參與過早期人工心臟的開發 當年50年代時發現電子起駁器 比我們的背包更大 這麼誇張 那時候會否沒有人相信他 能夠做成功 對,當時他很難集資 沒有政府願意投放資源給他 但他很相信這個技術 當然到了60年代時 進步了一點點 你看到整個手提電話 大大掛在胸口上 也是一個電子起駁器 當我學師時 當然在90年代 當然又有另一代 你看到它的尺寸越來越小 結果我們做了一個天然的起駁器 而這個天然的起駁器 第一,不需要用電 第二,它會根據我們身體的需要 和情感的速度跳 會這樣轉變 它的尺寸也小很多 只是大約0.1mm左右 我當天就在想,如果做了這麼小的起駁器 我們會否做出一個整個心 特別為一些不治之症的病人 可以帶到柱光 李教授所說的心臟並不是一部機器 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會跳動的心臟 它要創造的是一個人類的器官 如果我們說如何製造人類的微型心臟 我們首先要提及用甚麼原材料 而我們的原材料就是所謂的萬能幹細胞 我們有一個專利的方法 是可以將這些萬能幹細胞 變成心臟細胞 心臟細胞其實就像積木一樣 如果有積木 我們就可以想想如何組成一個組織 甚至活生生會跳動的心臟 人類的心臟結構非常複雜 基本上有左、右、心房和心室 加上無數的植物、動物和心反所組成 而李教授的人類微型心臟 其實是一種生物科技的研究 生物科技即是指利用動物、植物 或是微生物細胞去生產、加工或改良 人類微型心臟 就是運用幹細胞、基因改造這些技術 去創造一個心臟出來 而在我眼前的 就是人類創造出來的奇蹟 在眼前看到 這是第四代的Human Heart and a Jar 比第三代來說 我們也算是技術上有幾個重大的突破 其中例如那個Jar本身的設計 已經大大改良了 例如我們有動物和靜脈 也有心反 自己研發了一系列的軟件和硬件 我們不只能一個人來量度 我們可以數以十個或幾十個去量度 另外,頭產方面 我們不只能一個人來做 一做的時候可以做幾十個 究竟人類這個這麼複雜、奇妙的器官 是如何複製出來的呢 在人類微型心臟博物館的背後 就是製造它的實驗室 這個實驗室分四個區域 要製造人類微型心臟 第一步是由最少2.5毫升的血液 運用實驗室的儀器提取出白血球細胞 再轉化成有度多功能鋼細胞 這些萬能鋼細胞 引育出來的心肌細胞 就可以透過生物工程技術 進一步建構成心臟肌肉條 或者微型心臟 我想問你,究竟做人造的微型心臟 大概要多長時間 我們首先需要萬能鋼細胞 將萬能鋼細胞變成心臟細胞 的過程需要大約14天 是 有了心臟細胞之後 我們將它組織變成一個迷你心臟 其實需要時間只是一個星期 當然這段時間 如果我們放足夠的細胞 我們可以數以10個或100個 不同的迷你心臟在七天內做得到 Tony,如果你看到螢光膜上 其實在顯微鏡底下 是 現在我們在看三條 由人類心臟細胞 做出來的心臟肌肉條 是 我們可以三個一起看 轉換了一個 其實我們可以96條肌肉條 或者更多數目一次過看 每一條 其實我們也可以量度它們的力度 量度它的節奏 如果我們96條一起看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心跳 試不同的藥 同一時間看它的反應 如果是屬於你的話 其實它已經是 影射了你本身的心臟 對這些不同的藥物 在不同的情形之下 有甚麼反應 在2003年 李教授研發出第一個 會跳動的心臟細胞 經過差不多20年的努力 在2014年 他跟研究團隊 就成功運用肝細胞技術 培植出全球首個人類微型心臟 震撼當時的醫學界 今天李教授 透過重編我們的細胞 成為萬能肝細胞 可以模擬不同的人士 製造出健康或病態的跳動心臟 我想問你,這個叫微型心臟技術 其實對我們人類 或對我,對你 有甚麼幫助 如何應用 因為傳統來說 一個藥廠想做一個研發新的藥物 動不動需要大約10至12年的時間 或是幾十億美元的資金 而最後的成功率可能只有5% 是嗎 投放了那麼多時間和資源 結果成功率非常差 所以為何出得假的藥物這麼貴 而特別的一個問題 我們覺得是因為 大家都靠了所謂的白老鼠去試藥 白老鼠適合的藥物 放在人身上就不成功 如果我們自己的研究 特別專攻甚麼呢 就是專門是人類才有的疾病 所以人類才有,而老鼠沒有 老鼠沒有,你試不到藥物 人類就變成沒有適合的藥物 所以現在我們用的迷你心技術 特別專攻一些人類不治之症 現在也是沒有藥物 而為了可以拯救更多有需要的人 李教授已經將技術提升 可以用更短的時間 製造出更多的人類微型心臟 Tony,剛才我們在投產區說了七日內 我們可以將細胞造成很多十個 甚至數百個不同的迷你心臟 你看到這裡每一個桶 或每顆像色的物體 我們就可以放四個迷你心臟進去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六個 其實我們已經有24個迷你心臟 可以在同一時間作為一個量度 當然這24個迷你心臟 可以全部屬於你自己 或者是不同的人士 人 甚至是不同的人種 其實是一個概念 我們可以做24個 可以做48個 甚至480個也可以 這個系統太厲害了 這個系統是否你們自己創造的 這也是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 現在我們很相信除了所謂的病理 即做到迷你心之外 亦一定有配套 如果我們沒有硬件、軟件 自動技術、技術 我們只可以一個對一個量度 但現在你看到我們的屬性很高 我們可以有幾十個、幾百個 不同的人種、不同的病 因為我們有植物和動物 我們可以放藥進去 不同的心跳、不同的反應 去做一個研發 我相信科研和其他做 所有醫學和所有其他職業 無論是會計師、律師 或者是其他所有職業 都是一樣的,你要有堅持 而問題是堅持的程度去到哪裡 如果我選擇了去做創新的話 我們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有可能五成 甚至九成的人會告訴你不行 如果別人說你不行 你又相信,你就沒有了自己 但別人說的話,你全部都不聽 就變成很堅持 亦不能夠成事 所以我想重要的是 自己懂得分清自己是甚麼 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這個瓶子裡 是由李登偉介紹 製造的世界第一的人類微型心臟 這個心臟是由人類的幹細胞培植出來的 要用淺紅色的培養液去培養著它 跟真正的人類心臟一樣 靠葡萄糖和脂肪酸去提供能量 人類微型心臟最廣泛的用途 是用來做藥物檢測 減散用白老鼠去試藥的時間、金錢 最重要是可以幫助研發一些 更新、更有效的藥物 但其實李教授也很希望 讓人類微型心臟可以救活心臟病人 我們一般所認識的 心血管閉塞心臟病 每其心衰竭 其實都是左心室的病 所以我們的迷你心 其實基本上只是一個左心室 因為我們專攻這些所謂左心室的病 就是幾乎最嚴重的心臟病 心臟病是癌症之後的第一致命疾病 當然要將這個人類微型心臟 發展成為可作移植用途的器官 還需要很多的研究 能夠成為史上第一個 成功製造人類微型心臟的人 李教授已經開始拓展 微型器官的製造技術 其實我們用了滴血 除了可以製造微型心臟 我們現在的技術 還可以製造迷你腦、迷你肝 迷你腸、迷你刺 迷你血管、血管 其實基本上五臟、六虎 所有重要的器官 我們都可以製造幾滴血 而且我們可以製造一千上萬 製造幾滴血都可以 以後都不需要回來再問你抽血 一開始聽到這個科技或技術 當然會有點害怕 或者覺得這件事很未來 或者可能我們前意識 已經植入了很多未來電影的橋段 但當然研究完之後 李教授再解釋清楚 我會自己覺得好像戴隱形眼鏡一樣 你一開始還未戴之前 你會驚訝 不要啦 放在我的眼上 但當你放進去之後 真的可以幫到 戴完之後 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我覺得感覺就像這一種 而的確就是微型的心臟這個技術 是會幫到很多人的 不只是心臟 是會發展到腎、肝 其他身體不同的地方 是會幫到很多人的 在人類的五種感官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一定是眼睛 雖然我的眼睛比較小 但我和大家一樣 我們的感官印象 有超過八成都是來自視覺的 而香港竟然有科學團隊 想製造這麼精密的器官 仿生人工眼球的話 可以有多種方法來幫助視障人士 整個仿生眼再通過電纜 把信號也傳輸到大腦去 這樣的話 我們整個仿生眼也相當於 我們替代了人眼來幫助病人 你們看到甚麼 這是只有三成事歷的視像人士 看到的影像 根據醫學期刊 《刺針》發表最新研究 現時全球因為不同疾病 而失明的人士 大約是4330萬人 而這個數字還不斷上升 到了2050年 全球失明人士有機會增加到6100萬人 香港科技大學 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的 范志勇教授和他的學生 就研發出全球第一個人工眼球 人工眼球? 不是末日戰士 這些科幻電影才會有的嗎 這個眼球結構大概是這樣 前面有一個透鏡 然後後面就會有一個紅膜 光會汇聚到我們這個視網膜上 是,視網膜 這個就是我們最重要的感光器官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神經纖維 這很多的神經纖維 它長得看起來像我們做的一種納米材料 所以我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用我們的納米材料 來模仿這些神經纖維 來做成這樣的視網膜 是這樣想起開始的 不如做個眼球吧 因為我們知道香港有很多老人 他們年紀大了以後 他們視網膜會退化 所以他們就看不到世界了 是 而且世界上大概有5%的人口 他是眼睛有問題 視網膜有問題 如果我們能夠用納米材料 做成人工視網膜 或者做成仿生眼球的話 就可以幫到這些視覺受損的人群 然後這個經驗為獨立的 他對眼球的人工眼球的原理 跟人的眼球運作一樣 透過一個曲面的人造視網膜 接收影像 然後經過眼球後面 一條條液態金屬線 把影像傳回大腦 而團隊就要在人造視網磨上 裝上大量的納米線感光器 用來模擬人類視網磨的感光細胞 而後面的液態金屬線 就等於我們眼球的神經線 為了解決眼球底部的納米技術 他們足足用了六年的時間 終於在2020年 研發第一代的仿生眼出來 但沒想到他們向更加科幻的功能進發 一看這個 就知道整件事很複雜 但其實一開始 你怎麼想到會做這個仿生人工眼球 我們的眼睛是我們身上最重要的傳感器 我們大腦看到的這個世界 還有接受的信息80% 都是從我們人的眼球進來的 這個的確挺像 有否看MATRIX 有… 像不像裡面的機器 是… 像外星的怪物 外星的怪物 第二代就是這樣 第三代又是怎樣的 這是我們的第三代仿生眼 然後這個第三代仿生眼 我們做了有600多個仿生神經線 它的這個像素密度更高 更重要的是這個第三代仿生眼 我們採取了新的納米材料 然後這個材料可以看到紅外線 所以這個仿生眼它就有夜視功能 在晚上把燈都關掉了 它還是能看到房子裡的東西 這個我要 這個你要嗎 我要… 如果我們的眼球本身有了損害 譬如說出了車禍或其他原因 整個眼球都壞掉了 其實可以把眼球摘除了 可以把它裝到我們的眼窩裡 是可以的 會不會沒有電呢 實際上我剛才介紹了 我們第二代仿生眼 它照光之後會自己發電 就像太陽能電池一樣 如果它經常閉上眼睛呢 因為你閉上眼睛的話,你不需要看 所以這個沒有關係 你睜開眼睛… 睜開眼睛也有些人了 太厲害了 這個小小的眼球 別以為很簡單 背後其實真的複雜得很難解釋 為甚麼全世界有聰明的人做不到 而你可以做到這個仿生人工眼球 因為全世界的實驗室 他們用的都是傳統的做芯片的工藝 它們只能在平面的材料上做出器件 但是我們就不一樣 我們是用曲面的材料 比如說像這塊鋁 我們把它壓成了半球面 然後壓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在表面做這樣一個電化學的供應 表面做出很多的洞洞 這些洞洞都是納米尺度的 然後這個材料就變成了氧化鋁 然後這個步驟做完之後 我們再在裡面 裝上了可以感光的納米材料 這個材料就可以作為我們的 反省塑膜 還有反省眼的一個重要部分 那其實這個是怎樣做的 可否給我看看 整個過程是怎樣做出來的 這個過程主要是在那邊的實驗室 還有用的設備來做成的 好…好,好的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電化學工藝 在這部工藝裡面 我的學生會把半球形的鋁 放到酸溶液裡 然後加上電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在這個半球形的鋁的表面 就會形成很多的 納米尺度的孔洞結構 這個孔洞結構 將來我們可以在裡面裝上材料 這個過程雖然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化學物質的作用很微妙 即使只是加多或減少了一毫升 也足以影響結果 范教授和他的學生 足足試驗了超過一萬次 才可以得到現在 曲面鋁片上的棟數目 之後再在棟上加上納米 形成人造事模模的效果 教授,這個完成多少% 做到這一步 我們大概完成了50% 現在我們生長的黑色的是金屬材料 是 我們還需要把整個材料 進行化學反應 形成感光的半導體材料 然後還要在它的背面 連上很多的電極 這樣才能完成整個仿生眼的製備 這個人工眼球 除了將來希望可以幫助視像人士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應用的地方 甚至登陸月球也是 好像現在其實這個眼球 即在這個階段 已經放在一些 例如可能是AI 或者將來 可能會放在作為車鏡,對吧 這個相對來說更加容易一些 因為這個本身的話 如果是裝到機器人身上 裝到無人的駕駛車 或者無人的飛機上 它不需要經過生物安全測試 那麼這個應該 大概三到五年之內 我們都可以實現這樣的一個目標 因為這個仿生眼它本身的話 它有很寬的一個視角 那麼比如說放在這個無人駕駛車上的話 它可以看到更大的範圍 甚至是我們送到太空裡邊的 這些機器人或者是這些宇宙飛船 他們如果著陸在火星或者其他星球上 他們比如說在火星上的小車 也是需要到處跑 它也需要看到更大場景的一個範圍 像這樣的一個攝像頭的話 就會幫助他們來 比如說躲避障礙物等等 創科是一個城市最強的動力 因為它在改變人類的生活 甚至塑造社會的未來 香港在2021年 被評為亞洲金融科技排名第一 創新的金融科技 就是成就這個第一其中一股力量 Fintech金融科技 是將暫升的科技 以及傳統金融服務的最好結合出來 即將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 法規監管的結合出來 創造最大的影響力 其實如果你看到日常的金融科技 對我們的衣食處行各方面 都可以融合下去 跟我們平時網上買東西的 轉數塊支付、網上買保險 虛擬銀行、財富管理 在手機內發生 其實各方面都融入了金融科技 今天我就要深入香港 第一間Fintech獨角手機地 看看他們每天如何運作 如何在香港 創造金融科技的領先地位 Simon在2013年 成立了這間金融科技公司 由最初的網上貸款 到今天發展虛擬銀行業務 這個香港土生土長的Fintech 不僅在自己的領域成為第一 他們在內地至東南亞 已經擁有超過5000萬個客戶 Simon Tony 你好 你好 這裡真是很大 很多人 你們總共有多少員工 是的 我們總共有1000個員工 我們有香港、內地 和印尼三個市場 這裡主要是處理甚麼業務 或者是甚麼工作 這裡主要有兩個業務 一個是網上貸款平台VLand 以及VLand 虛擬銀行 Simon 這個地方其實很不像傳統的金融公司 而且色調、感覺很新鮮 是的 我們其實都很喜歡這個辦公室 我們設計時 都特地顏色一點 不像一個傳統的金融機構 讓人們靈活一點 想法更開放 令到同事可以互動多一點 又一想到的想法 可以拉隔壁的同事一起理想一下 中間都寫了很多不同的字 去提醒同事 很重要做一個創業公司 一個科技公司的文化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旁邊那邊寫 With Great Responsibility Comes Great Power 本來其實是Spider-Man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沒錯 那他就調轉了兩個字 因為我們想提醒同事 當你負責責任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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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 是的 其實我們這間公司成立了差不多十年 我們剛搬到這個辦公室的時候 就請了藝人幫我們設計這幅畫 有十幾個公司成立的時候的元素 包括我們公司的Unicorn Eason幫我們拍廣告 或到數會敲個小時 4月10日就獲得我們第一個Virtual Bank License 是 conteúdo 那其實這十幾年來我們都見證著香港 Fintech行業的發展 從我們開始是香港只有几間Fintech公司 到今時今日香港的Fintech發展得非常沒錯 在港、在大灣區、東南亞也是 我們之後其實創業前幾年 就已經進入內地 成為應該第一批入大灣區的香港金融科技公司 那時候推出在深圳 之後再過幾年 那我們就完成多 ranged东南亞 就開始在印尼 也是第一批在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 進入東南馬 厲害 Simon最初成立的Startup公司 專注在自家研發的風險管理系統 和AI科技 去提供全網上借貸服務 後來就開始運用創新科技 去提供更加全面的智慧銀行服務 其實今天透過手機、網上理財 已經滿足大部分人的基本理財需要 香港平均每人擁有四部手機 同時也擁有世界第二高的人均總儲備 所以Simon跟他的團隊不斷開發 可以用手機應用的FinTech科技 作為土生土長的金融科技公司 成立的虛擬銀行Villa Bank 我們一直都很了解客戶的需要 我們的調查反映到 只有三分之一的香港人 是獲得專業的投資理財意見 另外,有七成的人 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存錢的目標 以及成效,變相是猛草 我們運用金融科技 去提供智慧銀行服務的體驗 花繁為簡 以端對端的個人投資理財建議 希望幫香港人實踐財富理財的MSG 就是管理財富、保育和育成功 你好,我有點目標我想分享一下 我很喜歡西班牙 其實我希望40歲之前 可以投資移民賣整個巴塞 然後請美思回來 和我一起游泳 50歲也有一個 我希望可以買一支火箭 然後去火星的途中 就邀請Elon 沖杯咖啡給我喝 而他到60歲 那你也有很多目標 不要緊,我們可以幫到你 那你也能幫到我 是否真的 我們提供自動導向的理財顧問服務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幫你累積財富 很簡單的 三步,Set、Check、Go Set、Check、Go 例如你想45歲時 幫女兒準備100萬的教育基金 可以簡單首先 輸入目標金額年期 我們會計算你的目標成功率 提供個人化的投資組合建議 這間是香港首間Fintech的獨角修 他們也同時希望 帶領亞洲Fintech的潮流 我們擁有自家AI研究的優勢 加上我們很重視新一代 靈活自主消費模式 很開心 以及全世界知名的 頂尖電子產品科技公司 以及他們指定的經銷商 成為合作夥伴 帶領出訂閱消費模式的潮流 推出了產品分歧計劃 在同類型亞洲是首個的計劃 回顧全球的科技發展趨勢 AI亦早已滲透了我們日常生活 他們就決定用科技 去調理我們的財務健康 我們用了九年的時間 累積了四億組的行為數據 包括申請時間 資料輸入模式 數碼足跡等 用大數據成功研發了 全新的財務評測 因為我們更清楚 客人越來越重視 個人財務的自主 我們就再想了 如何運用這些AI的科技 結合了這個需要 如何協助他們 真正達到財務健康 正正因為這些全新的 財務評測的誕生 我們已經超越了傳統只是說快 和方便的優點 在偷偷嗎 當然不是 還是在訓練AI 怎知道 我們除了提升AI科技系統之外 最近還研發了財務評測 全程都是AI用大數據 因應客戶當時的財務狀況 去做評測 其實三步就會知道結果 首先第一步 我們會給專屬客戶的財務健康分數 之後去到第二步 我們還會給顧客戶 度身訂造極多的財務建議 告訴你們可以承擔的能力 以及潛在的風險等等 最後第三步 我們還會給顧客最適合你的計劃 最適合你的計劃 才可以維持財務健康水平 當然是我們財務評測的精髓 金融科技界的未來 還不靠你們 救給我們 不僅僅優化香港人的 財務管理和生活 他們有更加遠大的目標 就是希望透過金融科技 連接香港和內地 甚至全世界 而稍後的時間 我們也希望透過跨境理財通 引進旗下的智能理財顧問服務 到大灣區 為區內8600萬的居民服務 用科技改善人類生活和未來 香港貢獻了很多的第一 而我更看到不同範疇 年輕人的創意和實力 準備好 並習近平 感谢观看